佐伯乡公所举办苦茶油观光加工厂未来经营管理事宜协调会 与会的人士包括了乡长、吕碧贤、秘书林万金、农官客长还有行政客长 同时邀请的县政府、农政科及建筑师共同来研商 佐伯乡公所办理苦茶油观光加工厂未来经营管理事宜的协调会 与会有乡长吕碧贤、秘书林万金、农官客长以及行政客长 邀请了县政府、农政科以及建筑师共同来研商 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基地 我相信这些这个愿意负责的厂商会帮我们来做一些重新的来推广 我们的这个面积够不够 还有我们的这个栽培这方面它必须要有责任 让我们的这些这个苦茶农也好 任何的农业也好都要弃重 根据县政府统计到109年华林县苦茶树种植面积有250公顷 其中佐西乡就占约了129公顷 苦茶油观光加工厂未来将有利于在地苦茶农进行榨油之外 同时增进在地的产业发展 这是我们一向布农组的传统就是 应该要在做播种的时候 要唱小米丰收 就是祈祷丰收 一直到收获了还要做丰收季 所以可见我们布农组佐西乡 对这样的一个农事作物非常的严谨 所以我相信我们招来的厂商将来也必须要这样做 这次协调会讨论的主要项目是委外招标的方式 以及德标厂商未来经营管理 如何符合在地农民的需求等等 佐西乡公所非常重视加工厂未来发展 也正在积极朝正式营运的目标努力执行 记者高双双 佐西乡采访报道